涉嫌在水狼娥一家便利店偷雨伞打人 还自拍打卡的两名罪汉 今天证实遭到警方逮捕 并延扣六天驻查 直到27号 猫六甲则有一名退伍军人 因为在去年用弃枪射杀邻居的猫 虐待动物罪程被罚款2万令吉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残暴退伍军人用弃枪射死邻居的宠物猫 今天被押往爱及勒地庭面控 控状指出 现年63岁的被告阿兹兹 去年6月18号下午2点半 在马绿甲武吉兰拜一处住家 掏出气枪射击45岁邻居阿木兰所有的一只猫 给宠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抵触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第29之一之一 虐待宠物条文 罪程或将面对最高10万令吉罚款 或坐牢三年或两者兼施 被告当庭认罪 被判罚款2万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金 则得收监6个月取代 根据媒体去年报道 被告和他27岁的儿子 因涉嫌虐杀宠物猫而落入警网 猫咪被送往兽医诊所 抢救不果身亡 生前因重伤吐血 背部也有伤痕 到便利店偷雨伞 被制止后还动手打电源的两名嫌犯 今天证实被严扣注查 嘉颖推示批准警方以刑事发点394 抢劫智商他人条文 扣留31和32岁的涉案者6天直到27号 受灾18岁店员的父亲 向马来报章每日新闻透露 由于孩子脸部被打的肿胀和出现伤口 因此孩子必须告假 明天到医院接受治疗 对于警方火速执法 逮捕袭击者 父亲沙鲁尔表示感激 并希望两名罪汉能受到应有的制裁 两名涉案人昨天在雪州市茅月 一家便利商店想偷走三把雨伞 遭到电源及时制止 顺手牵羊不果 其中一人直接一拳打在电源脸上 还跟流鼻血的对方自拍合影 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柔佛则是有一名商人 因为涉嫌从事欺诈勾当 今天被延扣两天驻查 涉案人昨天在伊斯坦达公主城 景区问话后落入警网 推示允许当局援引刑事法点420 欺诈条文扣留商人 实际上商人早有案底在身 他三年前曾因在雪州扑种行贿后 知情不报 在沙亚南地庭面对刑事控罪 最终承认罪行 被判罚款1万令吉 请不吝点赞承讯 所以也认为温柔佛则 现在是你这个人的 请不吝点赞扣